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我的状况 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 就在被收押的一个小时后 和文哲的社群媒体同步上架这段16秒影片 其实你们照顾好自己 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 请大家认真过每天快乐过每天 心存善恋尽力而为 让我们继续努力 提前录制影片 馆长直播到一半跟黄国昌通电话 揭露科早有预感 在他们那天去花莲的路上 去公计马的路上 他就跟黄国昌千叮零万交代 他说他觉得这一次 他应该一定会被收押 因为那个态度很明确 民进党一定会把他弄进去 他这次有准备 所以他很平静 9月4日复困其母亲告别室的那一天 无论是搭飞机 步出机场到告别室现场的作业安排 黄国昌都紧跟在柯文哲背后 馆长更转出柯要支持者 别去抗争 别去游行 黄国昌透过直播向知识者喊话 柯文哲预录影片是提前下下一步棋 但是我知道主席他整个战略上面的布局 跟战略上面的想法 因为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 要稳住整个第三势力 所有支持者 大家共同的步伐 柯文哲对司法攻防了然于心 凭收押前超前部署 TVBS新闻刘力辰 刘婷婷她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